在野外采摘野菜呢 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 但是呢 有的菜它是有毒的 有的菜呢 它是可以吃的 所以说在野外呢 如何去正确辨认这两类植物非常重要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茴香了 它也是在野外 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 非常好吃的植物 这个就是我们华人 非常喜欢的野洋葱 华人经常管它叫野韭菜 这个呢 味道也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 它是开着白花的 我觉得大家都能认得出来 这是什么植物 它的叶子和根都是可以吃的 这个就是蒲公英 它开非常漂亮的花 然后有这种漂亮的种子 现在这个呢 这个植物呢 就是旱金棉 这个在野外也是经常见到的 它开这种漂亮的花 然后呢 它有这种圆圆的叶子 这个植物的花呢 经常是用来装点我们的凉菜用的 把这个花摆在凉菜上面呢 它会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花 马努卡花 它的中文名呢 其实叫茶树 所以说它这个叶子呢 是可以摘下来泡茶的 这个呢 就是奥克兰头号入侵植物 鹅藤 现在呢 它还没有结瓜 那个瓜长得特别像佛手瓜 经常有人搞混了 这个也是有毒的 是不能吃的 所以大家辨认它除了看它的瓜之外呢 还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把它掰开之后呢 它会有白颜色的枝叶流出来 这个植物是有毒的 这个呢 就是马蹄莲 这个也是有毒的 在野外经常碰到它 经常有人跟芋头搞混了 所以说大家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有一些可食用的野菜呢 在野外非常难采摘得到 但是麦超炭是有卖的 例如这个薄荷还有葵香 大家可以去买 另外呢 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 当你在采摘野菜之前呢 一定要认真辨识 再去动手采摘 如果发现不适或者中毒的情况呢 请大家尽快联系医生 或者是相关机构 我是小笨们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